大家好,我是逼格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讲述中世纪战争的面影 《法卫之王》 公元1304年 苏格兰国王去世后 邻国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 趁机将苏格兰占为己有 虽然过程中 苏格兰的勇士威廉带着人们奋起反抗 但整个苏格兰当时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因此没多久 反抗就以失败而告终 见威廉战败 既是心中不愿 也不得不为了性命而顾虑的苏格兰贵族们 纷纷跪倒在了爱德华的脚下 向他表示效忠 爱德华深知 苏格兰贵族们对自己不是真心效忠 于是 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 在归降以示上 爱德华要求 具有皇室继承权的罗伯特与约翰两人 都不可以在苏格兰称王 并且 两人还要定期交税 不仅如此 为了分裂苏格兰贵族 爱德华深知将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 嫁给了苏格兰贵族罗伯特 在父亲的点头示意下 罗伯特只能接受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婚姻 只不过 苦了这个伊丽莎白 因为罗伯特曾有一位妻子 遗憾的是 她的妻子在男产中死亡 这意味着伊丽莎白 不但刚嫁过去就有了个孩子 并且 还要因为爱德华与罗伯特的关系 和罗伯特过着相近如宾的生活 这天 爱德华派士兵到苏格兰的地盘上 征战未成年的娃娃兵 面对此行此景 罗伯特选择了冷眼旁观 没想到伊丽莎白 仗着自己的身份就像了那名儿童 这也让罗伯特开始对伊丽莎白 另眼相看 之后 罗伯特的父亲驱使身亡 罗伯特在参加完父亲的葬礼之后 前去向爱德华交税 途中 看到大批的人群 将一处巨拢 靠近后一看才知道 原来爱德华的士兵 将威廉的尸体肢解后 放在大庭广众之下示众 罗伯特深知 这是爱德华给苏格兰人们的警告 然而令爱德华想不到的是 他这样的举动 让苏格兰人民的反抗情绪不降反升 威廉向往自由的星星之火 在许多人心中燃起了熊熊火焰 威廉在苏格兰人们的心中 一直是尊敬敬仰仰的存在 也因此 威廉的尸体被悬挂在外面 让一众群众愤怒至极 甚至不惜与士兵打斗起来 罗伯特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最终表面屈服的罗伯特 终于下定决心反抗爱德华 回到家后 罗伯特便召集了自己的兄弟 表达了我们贵族不能当梳头乌龟 想要反抗爱德华的意思 没想到几个人的谈话 被伊丽莎白偷听倒 只不过 伊丽莎白并没有打算将罗伯特的计划 告诉爱德华 反而在当天晚上 表示罗伯特是自己的丈夫 自己会支持他的决定 这也使得两个人的关系更进一步 最后 罗伯特又找到贵族约翰商量 没想到 约翰话里话外都是嘲笑罗伯特的意思 并且 又将罗伯特的行为告诉爱德华 罗伯特听后 心中十分愤怒 现在自己的国家都已经被占领 自己的同胞却在想着 出卖自己获得利益 想到这 罗伯特当即拿出刀 自杀了约翰 事后 罗伯特来到教堂 谈悔自己的行为 没想到在教主们 听到事情的经过后 一致拥戴罗伯特争亡 于是 他们用苏格兰仅有的黄金 为罗伯特做了一个简易的王冠 就这样 在仓促的加冕仪式过后 罗伯特成为了苏格兰王国的国王 与此同时 爱德华也得知了罗伯特称王的消息 愤怒地将罗伯特定义为了法外之徒 并下令 任何收留罗伯特及他部下的人 不需审判 立即处死 随后 爱德华又派出自己的儿子 威尔斯秦王 出征讨伐罗伯特 另一边 刚刚称王的罗伯特 在路边见到了一位没落的贵族勇士 道格拉斯 并将道格拉斯收入麾下 紧接着 罗伯特遇到了爱德华 驻扎在苏格兰境内的爱德华手下 光头华伦斯 罗伯特当即以苏格兰之王的身份 驱逐华伦斯 并且约定第二天进行交战 没想到 当天夜晚 华伦斯就带着大批士兵 呼吸了罗伯特 罗伯特发觉后 连忙让弟弟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逃跑 没有丝毫准备的罗伯特 被打得节节败退 最后 队伍也仅仅剩下50人 在这之后 罗伯特开始远征寻找盟友 在这过程中 罗伯特等人 又遭到了约翰兄弟的埋伏 而经过这一战 罗伯特50人的队伍 也仅仅剩下40人 方面一转 爱德华的儿子威尔斯 抓住了罗伯特的弟弟和妻子 在三批问下 几个人也没有说出罗伯特的下落 这让威尔斯十分恼怒 当场 就杀死了罗伯特的弟弟 并关押了罗伯特的妻子和孩子 不久后 罗伯特也收到了 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被抓的消息 罗伯特怒火中烧 之后 罗伯特和道格拉斯 带着众多士兵 一路上偷袭了多个 被英格兰占领的城池 而随着占领下的城池越多 苏格兰人民再次看到希望 他们慕名而来 只被跟随罗伯特 为苏格兰战死 因此 罗伯特的队伍 也愈加壮大起来 就这样 一路上罗伯特所到之地 是能带走的带走 不能带走的 也不会给爱德华 重新夺回的机会 直接放一把火烧掉 这可气坏了国王爱德华 于是 爱德华决定 御驾亲征 亲自讨伐罗伯特 不想行之半路去世了 因此 讨伐的重任 只能交到了威尔斯的手中 威尔斯和华伦斯 两人率着3000骑兵 去攻打罗伯特 而罗伯特这边 虽然队伍壮大了不少 但满打满算 人数也就500人左右 3000对500 人数的悬殊 似乎令这场对局 从未开始 就定下来了结局 罗伯特表面上震惊自若 但内心实际上 也非常忐忑 罗伯特并不打算退缩 反而 他因蜘蛛坚持不懈的 织网行为 受到了鼓舞 他决定 充分利用自己熟悉 苏格兰的场处 将最后决战的地点 选在了劳顿山 他告诉众多士兵 要利用阵型取胜 于是 他们立刻在队伍的前方 挖坑做埋伏 等到威尔斯等人 带着3000骑兵进攻的时候 罗伯特的士兵 立刻相互撤退 伸出长矛 此时威尔斯等人 就算想要后撤 也已经为时已晚 一匹匹骏马 与上面的士兵 立刻掉入 罗伯特他们设计好的陷阱 一瞬间 惨叫声此起彼服 威尔斯的士兵伤亡惨重 令人恼弄的是 这些士兵 甚至都没碰到罗伯特 就已经身亡 苏格兰的士兵们一看 立刻决定从两侧包抄 结果没一会儿 就深陷到 两侧的沼泽当中 动弹不得 法伦斯一看 这次罗伯特 是充分做好了准备 自己这方还没跟对方打 人数就损失惨重 于是当即下令 全员撤退 唯有亲王威尔斯心中 咽不下这口气 要与罗伯特单挑 结果 储尊养腰的威尔斯 根本不是罗伯特的对手 可怜的是 所有的英格兰士兵 已经全部撤走 纵使威尔斯想要求救 也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最后 罗伯特并没有杀死威尔斯 因为他知道 西洋的威尔斯 即使回到英格兰 英格兰的贵族 也不会放过他 而罗伯特的妻子 最终也通过人质交换 回到了罗伯特的身边 三百年后 罗伯特的后代 詹姆斯六世继承王位 成为苏格兰 和英格兰的国王 相信很多看过 勇敢的新电影的观众 都对威廉最后一声自由 而印象深刻 和武奉衔接了 勇敢的新的 正是这部法外之王 这部电影中 基本上还原了 罗伯特的基本史实 如果你喜欢看权力的游戏 那么 这部电影绝对值得你观看 无论是服装 道具还是场面 法外之王这部电影 都经得过考验和推敲 总的来说 人民创造了历史 历史却把英雄变成了传说 无论是开明君主 还是武法之王 电影给我们的体验 只是一种慰藉 同时 希望我们的国家 也可以排出这样 富有深意 与震撼的电影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B格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闻闻不见不散 拜拜